Yo的小酸 歡迎回到今天的死亡國度怪獸 我們上回打完鳳凰回來 然後是一個大成功鳳凰 就拿到了一些東西 今年其實會發生一個蠻 恐怖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打 The Hand 所以 我們其實要盡量 做一些升級 其實幾乎每年都要盡量做一些升級 那 我其實有點久沒有玩這個遊戲了 不過 幸存者生還 4個幸存者回來 然後我們有一個幸存者有好奇 所以我們這邊有拿到 4個東東 還有好奇 大蛇貝爾好奇 然後另外一個幸存者 他有這個 沒人啦 所以 我們等一下可以用奮鬥點來直接執行一次 我們的親密的行動 好 所以我們拿到了5個奮鬥點 然後接下來是營地事件 1個身穿斗篷的女人走進營地 只能看到他完美牙齒在閃光 如果幸存者們足夠勇敢的話 他將提供改善他們的物質 所以可以修復你的 下額碎裂嚴重損傷 或是加1力量 然後獲得 怪物仔或是鐵齒銅牙的話 你要 骰個低齒來決定手術是否成功 所以有50%的機率 你其實手術不會成功 所以我們就當這個營地事件沒有發生 拜拜 主要是我們現在也沒有 下額損傷的人啦 我把音樂調小聲一點 他是生殖器跟失明 然後他是生殖器跟失明 沒有錯完全沒有下損傷的人 好 所以更新死龍技術沒有死人 更新時間線 所以這邊 就是怪獸來襲我們今年要 要被這個The Hand襲擊 The Hand就是 中文叫什麼去的掌控者 沒有錯 OK 這傢伙是超級老鳥 他的 他的戰技滿了 然後 他的那個 Disorder也滿了 他的失調也滿了 戰技跟這個 失調最多上限都是三個 所以如果有 我們再拿到失調的話 其實可以把一個不好失調給拿掉 OK 然後他還有 海賊女王其實有生殖器損傷 所以他沒有 沒有辦法進行親密故事事件 OK 好 那就到發展了 發展這邊一樣我們先來做一個發明 我們現在其實可以做 一個營地事件可以做兩次發明 不過 我似乎只打算做一次 基本上發明還是要優先做因為發明有時候會影響一些事情 發痕紋身配偶關係 OK 放血跟 肥料熔煉 所以配偶關係是可以馬上提升我們的戰力的東西 我可以指定 指定兩名幸存者然後他們 要一男一女啦 他們就會獲得 應該是要一男一女 然後他們就會獲得 搞不好不用啦 他這裡其實沒有東西 沒有說他們一男一女 只是他會變成不能跟其他人親密而已 然後 就是一起出發之後會獲得加害生存點 然後相鄰的時候會獲得加力量 然後只可以指定對方親親密 一個配偶死去 剩下的配偶會獲得 一個隨機失調能失去這個能力 所以其實你還是可以指明 譬如說 有升級器損傷的人啦 我猜 只是就變成你會有另外一個沒有辦法跟他親密之類的 不過因為是The Hand 所以 說實在我們應該不會想要 就The Hand其實是一個很詭異的對決喔 有什麼對決不詭異 就基本上The Hand其實是一個蠻詭異的對決 所以其實會想要 會想要派弱一點的人上去打 進化什麼事也沒發生 這可以 可以重複兌換多次 進化可以把三個廢道換成一個鐵啦 然後 可以做暗黑鍛造所 放血的話 唱姐有時候可以治療一些東西啊 或者加1認知 或者加3瘋狂 其實不知道確定是哪一個 應該不是這個 應該不是這個吧 呵呵呵呵 接任戰技其實沒有到 特別強 然後失明嚴重頭部 遭受失明頭部嚴重損傷 其實沒有那麼糟 因為當你滿勇氣的時候你會遭受失明 你就會遭受失明 可是你如果已經 你如果滿勇氣的時候已經失明了的話 你不會再遭受失明一次 所以如果說你 做那件事情你會滿勇氣的話 其實就 基本上骰到眼睛是沒有任何負面效果的啦 所以我們現在大部分人感覺都 沒有特別高的勇氣吧 勇氣都沒有特別高 他勇氣比較高一點 這是我們的目光之劍憨兒 我覺得我可以選配偶關係啦 配偶關係加1量跟加2生存點其實是蠻不錯的 尤其是我們現在 生存點 那個數量其實有點高 只是我們要花 兩個奮鬥點來搞這個 配偶能力 其實沒有到 那麼那麼的好 其實沒有到那麼那麼好 或是就先拿 就是我們現在基本上這幾個都是投資未來啦 只是你想要投資哪一種未來 但還是不是巴橫紋身嗎 當然是廢道熔煉或是 配偶關係 我其實蠻傾向廢道熔煉 因為我們其實開始要來 就是產一些鐵 然後做一些 鐵有關的東西 我們接下來 做黑暗 暗黑鍛造所出來的話 可以 暗黑鍛造所在 在這嗎 我不知道這個是暗黑鍛造所 呵呵呵 喔沒有這是武器工匠 反正暗黑鍛造所的話 大概是我們下一個應該要做的裝 雖然還是有點遠 可是 我可以也可以考慮放血 放血其實會影響一些影帝時間 還不錯我們就用放血好了啦 因為坐在 這還是有點太遠了 我們就選放血 所以是安成果 這也不會加任何其他的成果進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做 親密了 這邊我其實已經都分配好到底要做什麼啦 這兩個 我們一樣要花一個奮鬥點來 製葛 然後要把這個變成皮革 然後配上一個骨頭 然後一樣做我們的 骨鎬出來 我們上回骨鎬已經爛掉了 所以骨鎬出來 然後這個一樣做成乾燥草藥 我們上回有用到乾燥草藥 然後 這邊這四個 這個變成皮革之後可以做鳳凰手甲 出來 然後 這樣子我們的鳳凰套裝 其實就 只差 沒有差那麼多件了 好像只差頭部了吧 只差鳳凰頭而已 就湊滿了鳳凰套裝了 然後 這邊就是多的 這邊都是多的 你可以看到我們還是有一點點 我們現在其實沒有器官啦 如果還有一個器官的話 喔這其實是器官 我可以用這個器官來做 就再做一次發明 如果我想要的話 這邊其實好像有機會做一個比較好的弓啦 這是我上回在想的事情 這邊 你可以用鳳凰鎬插骨跟 廢料來做這個弧心弓啦 可是弧心弓 其實沒有到 那麼好啦 所以他有攻擊範圍加2 然後 非常高的力量其實還不錯 不過就大概這樣 他比 他只能骰一顆骰子 其實有點 有點不大好就是了 還有 不然就是要做空心箭頭啦 可是我們沒有異谷 所以我們大概就再做一次發明吧 說實在 所以我們可以用 一個骨頭 然後 一個 皮毛 一個皮毛 然後一個器官 一樣再做一次發明 經虛就留下來 這三個骨頭 器官 皮毛 再做一次發明 一樣給一個奮鬥點 再發明一次 底下 象形文字 死亡宗族跟配偶關係 還有 烹刃 烹刃一樣會加生存點上限 然後 這是 死亡宗族 所有新生的幸存者會獲得 加一精準加一力量 還有加一迴避 象形文字 這可以使用逃跑的技能 恩 這剛剛的配偶關係 我們大概還是不會選擇配偶關係 可以考慮用 烹刃 烹刃其實也會影響一些事情 更多生存點上限 大概也是好事 還是不選死亡宗族嗎 死亡宗族的話就是我們新生的幸存者會獲得蠻多東西 其實挺強 我選死亡宗族好了 錯在應該沒有那麼快需要這個 我猜 希望 呵呵 好啦 死亡宗族 馬上 馬上選擇另一個 OK 這也算是一個蠻後期的 研發成果啦 我要記得 新生的幸存者會獲得這些東西就是了 好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三個奮鬥點 那 我就先用沒人效果 發動沒人效果 呵呵呵 觸發親密 發一個奮鬥點 直接觸發親密 然後 我們要選兩個沒有生殖器損傷的人 生殖器受損的話會 沒有辦法親密 他生殖器受損其實蠻可惜的啊 因為他現在攻已經滿了嘛 所以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效果是 會讓我們的小孩會繼承 一半的那個 一半的武器熟練度就沒有辦法只繼承四點弓的熟練度 不過我們可以選擇繼承兩點 一點全刃的熟練度 或是比如說兩點斧的熟練度 或是這邊是兩點 這是一點 一點斧一點全刃跟 兩點矛 所以應該是繼承矛的這個熟練度 因為後面提登戟可以給另外一個 小孩裝如果提登戟還在的話 OK 這邊還有目光之劍 可是目光之劍 我是希望不要 希望沒有小孩需要 這邊都是繼承來的攻的熟練度 我們出生小孩其實會蠻強的 那適不遲來生小孩 因為還有剛剛的那個新的 那個效果所以我們要指定的傢伙是 他是男的 等一下他不行 他生子氣被毀 所以是選擇輔或是全刃喔 感覺應該選全刃啦 這個會用全刃的小孩 沒有其他更好選擇 其他人的生子氣都被毀了 所以就生一個全刃小孩 所以這邊是女生 拜託你要活下來 然後我們再找一個男的 就找他把阿基拉 兩個阿基拉完全滿了喔 阿基拉其實有點有點強 阿基拉為什麼這麼強啊 因為他藍色就是主 OK 那一個男的 蛇人吧 所以就蛇人跟我們的 這禮拜要做蛇 他們其實還是姓蛇我都忘記了 OK 很明顯的是近親關係 給8 所以營地獲得家英人口 男女倖存者產生生後羈絆 他們兩個人都會獲得加10生存點 然後如果我們發明人床新生的 信存者會用所加1力量 所以這是一個新生的信存者 他們兩個會加10 所以 會直接到滿 現在滿還是一樣是9 我們剛剛沒有選烹飪 然後 在這裡不要做蛇 加1 其實可以給他先去鍛鍊或幹嘛的啦 不過對 好然後新的信存者 在這嗎 他一樣姓蛇 對他一樣姓蛇 我們超多人姓蛇的 蛇憨 蛇 他是女的吧 所以命名之後馬上會拿到加1生存點 我們生存點上限是9 所有東西都解鎖了 他因為剛剛床的關係所以會拿到加1力量 然後 呃 因為我們的那個所以會給加2認知 因為我們這邊的這個 到底哪一個啊我自己也會給加2認知 呃這個 對 浪漫主義 還有墳地 所以這兩個都會獲得加 各加1所以就會加了認知 然後 呃剛剛我們死亡宗族 所以會給加1精準加1力量還有加1迴避 所以是 加1 精準加1力量跟加1迴避 OK 然後 我們另外還有家庭 所以他繼承了一點全刃 呃 繼承一點全刃的經驗 就這樣 哇他其實生出來挺猛的齁 他其實是挺猛的 呃 因為這個版本的救世主 雖然蠻強 可是救世主變成超級短命啦 因為等於說只能出去 打4次就會直接 直接休息啦 除非你能夠觸發這個 可以觸發一個老將的那個能力啦 他其實有觸發老當益壯 除非觸發這個老當益壯能力不然 沒有辦法讓他就是不獲得狩獵經驗 如果他觸發如果救世主 觸發這個話其實可以不獲得狩獵經驗 然後就可以一直留在遊戲裡面啦 不然就沒有辦法 一直讓救世主留下來 他現在有老當益壯跟無謂勇者其實還挺猛的 我們接下來繼續做裝備 那我們一樣還要再花一個 點數 來做皮革 我們其實只會做兩個皮革啦 就做這個跟這個 做成皮革 然後 皮革加一個骨頭 做出這個骨鎬出來 然後一樣 這個新鮮的草藥 一樣做成這個 乾燥草藥 我們上一局他用掉的乾燥草藥嘛 當了一個嚴重傷害 然後剛剛我們還有在做一個皮革 所以一樣做鳳凰手甲出來 鳳凰手甲是長這樣一個鐵 所以這是打錯喔 這是皮革不是羽毛 因為是leather 不是feather 所以leather 然後絨毛跟一個骨頭 所以就這邊這些東西 獻給大神 然後 我們就做出這三件裝了 其實這邊我們大概就只能改進 目前先改進到這邊啦 我們接下來其實會有點想要做跟鳳凰 鳳凰手指可以做一個 植虎在這邊 帶這個 神之植 就是一個鳳凰手指跟四個骨頭 然後長 長像這樣 25 25加5然後他還有觸擊2然後他是個毛 所以如果我們 很不幸的就是這個提登戰職 不見的話我們還可以改用這個神之植 你可以看到神之植比這個提登級還爛 不過當然這個提登級有獨特啊 不可取代不可替代這些效果 OK 那這三件裝就大概都做完了 然後就到我們的準備出發倖存者 這 今年會比較特別因為我會不想讓任何很強的人出發 因為 打這個掌控者基本上你幾乎不能傷害他 呵呵呵 所以 我大概會想要 我大概會想要那個 就是上一些比較弱的人嘛 而且就算打贏掌控者其實還是有人有機會會死掉 所以我應該會上一批就是 完全新的人 好 OK 其實我們剛剛還有一點這個 奮鬥點還沒用 那 我可以選擇 來 來 做 譬如說 只要兩個分鬥點 呵呵 我可以選擇來做譬如說這個 神龐啦 不過 我覺得沒有那麼重要 呵呵呵 我覺得可能沒有那麼重要 那就 我有點想要繼續來做 這個占卜啦 所以我們就讓一個 一個憨兒來做占卜吧 我其實有點想要繼續生 生更多憨兒 我們讓這禮拜要做蛇來做占卜 他認知有3以上 所以他的占卜結果會加1 4 所以加1就獲得一個生存點 OK 這樣就用掉了 其實有一點點浪費 呵呵呵 因為他 其實生存點是滿的 不過沒有關係 還是要想辦法嘗試多生一點 憨兒啦 剛有蠻高 蠻高嗎 40%的機率吧 40%的機率會再 再觸發一個親密時間 好 那我們這邊 要觸發的人 比較厲害的人是什麼是 什麼是會 他內建2點力量 所以其實他比較厲害一些 然後他從媽媽那邊有繼承 3點攻的 能力 所以他其實有帶攻的這個 其實因為 怎麼講 因為這個 海賊女王 水海賊女王 他已經精通了 所以其他 幸存者都會有攻類武器專精喔 不過 因為 那個傢伙自己又有攻專精 所以 他其實 等於說他自己本身有這個能力 他有機會自己再把這個攻給練上去啦 所以 我們 就是 還是要給他這個專精 所以有可能他可以當我們第2個用功的憨兒 另外比較厲害的是他 是蛇憨剛出生的就要上戰場了 他剛出生有 一精準二力量 兩回避 一回避 所以他其實超級強 他其實強到不行 然後 這裝備有再給他一點回避 那他一樣出生繼承是全刃 所以 這邊有 就從爸爸那邊繼承全刃 雖然爸爸也姓蛇 所以他就繼續帶著這個 野獸池湖出征 野獸池湖再加上 白絲套裝 其實是一個蠻不錯的東西 沒有給他加力量跟速度 雖然 理論上打這個傢伙我們應該只會 不會觸發那麼多次他的 幾乎不大會觸發他的東西啦 有高機率其實不會打他 然後另外兩個是 我們現在 應該算是最弱的人 就是庫拉皮卡丘 他穿的是 超級坦坦好棒棒的 鳳凰裝 然後我們缺一個鳳凰頭 所以就帶骨盔 不過一樣可以看到這護膠量 其實非常的高 然後他還帶了鋼盾 所以他是我們的竹坦 如果他死了的話 這鋼盾會不見 所以可以考慮 不要帶鋼盾啦 不過鋼盾減三移動 我覺得其實沒有到 那麼厲害啦 剛剛帶鋼盾他其實會減三移動 所以 他現在只有兩移動而已 還是我們就不要 還是不要帶鋼盾好了 帶鋼盾好了 感覺有點搓 我們就讓他帶一個 首領 首領彩紋 點三移動現在還是太傷了 好所以他就帶這樣 而且我有點不大想失去鋼盾 然後接下來是他 他是 龍捲風 龍捲風 他帶王者長矛 因為基本上 不會 應該不會讓他攻擊啦 幾乎不會讓他攻擊 純粹是來湊人數的 那 在這邊打掌控者的好處就是可以加狩獵經驗啦 所以這邊他們都可以加狩獵經驗其實還不錯 然後我們強的人幾乎都沒有上 我們三個救世主都沒有上 然後 這個這裡面要做蛇也沒有上 然後這是我們救世主 紅色救世主 綠色 綠色救世 他也不是救世主喔 蛇大背 傳奇召喚師漢兒也沒有上 然後 我們的這個 穿了皇家套裝的漢兒 皇家套裝漢兒也只能再出去一次了 他也沒有上然後 這是我們的 海賊女王也沒有上 這是我們的藍色救世主也沒有上 然後我們的這個 烏光之劍憨兒也沒有上 等一下我們綠色救世主把他拿去 我以為他是綠色救世主呢 綠色救世主呢 他救世主嗎 不是 然後把綠色救世主的卡片搞丟囉 綠色救世主在這 OK 沒事 綠色紅色 藍色救世主 三個救世主都沒有上 然後 暮光之劍憨兒也沒有上 皇家套裝漢兒也沒有上 暮光之劍憨兒也只能再打一場 然後皇家套裝漢兒也只能再打一場 因為暮光之劍 當他到達金通他就直接會走掉 然後 皇家漢兒當他集體無限狀態會直接走掉 所以我有點想要讓 這個人 讓這皇家套裝 皇家套裝漢兒 要嘛就是 讓他留著去打 他自己 就是留著去打王家定軍等級2 不然就是要 就是讓他去打鳳凰之類比較難殘怪物 然後 這個傢伙其實 下一年假設沒有 然後 下一年假設他沒有出去 就下一年 他沒有幹嘛的話 下下一年蒙面回來的時候他其實蒙面有高機率會給他一個 那個武器專精 他可能就會直接升天 然後打鳳凰其實有機會拿到一件裝 是 那個 時間 指環 時間指環在1.6版其實被nerve了 時間指環 就不能因為任何原因獲得標誌 然後不能獲得社會經驗和武器熟練度 特效性承者可以觸發 所以他如果獲得時間指環的話他可以 不獲得武器熟練度啦 然後或許他就可以活下來 不過其實我可能還要再查一下規則啦因為我不知道 他能不能在營地裡面 先裝這一件之類的 這樣會不會有點奇怪 獨特獨佔是什麼意思 獨佔是 會一直黏在那個人身上 我不太確定 這個指環效果 不過 這是我們現在目前打算 然後那個指環也可以 那個指環可能也可以給一些救世主讓他們能夠活下來 不過 對 也要再看 因為救世主只是不能裝超煩 的裝備 指環理論上應該是超煩的 為什麼是獨特跟獨佔 搞不好是發現一個問題我有可能要再查一下 好 總而言之我們的 這三個人會出發然後因為 今年我們要打的是 天譴怪 所以會加2特別多加2 這是雕塑的效果嗎 雕塑的效果 所以我們 其實是會加7生存點 所以 1 2 3 4 5 6 7 獲得8點 也是獲得8點 OK 也是獲得8點 OK 呃對他們都還蠻乾淨的 都還沒有什麼 什麼效果 你看到我們下面這些人的效果一大堆 都快擺不下 好 那就大概是這樣 我還是有帶 古鎬跟 古蓮啦 因為說實在 他應該有 他或許有時間去採東西 或許古鎬古蓮應該給其他人 古鎬跟古蓮或許應該給 我們大概其實也不需要帶這個 古鎬跟古蓮可能就給他吧 然後 計時給他 古蓮給他 祝此類啊 因為 我們 生皮其實可能要做事喔 生皮頭帶人其實可能要做事 沒關係啦 就先 就先這樣 因為生皮頭帶人其實可以看到AI卡 好 那我們就是用這個陣容出發啦 那我們就 準備完成 就可以 開始行動了 你可以看到我沒有帶任何獨特的東西啦 就我大部分獨特裝都沒有帶 因為 獨特裝你的人如果死掉的話 不可替代裝 如果你的人死掉的話會直接不見 這獨特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大概要去查一下 應該不是不能拿掉吧 他這樣可以帶爪箭矢 OK所以 獨特 UNIKE 是一個特殊規則 代表一個 一個營地 最多只能有一件這個裝備 一次只能有一件這個裝備 所以我們只能有一件這個提登級 然後還有這個 盾是不是也是獨特啊 還有另外一件裝獨特 這也是獨特啦 所以我們基本上 只能擁有 一件提登級跟一件人類面具 好 那我們就大概準備完成了 就可以出發了 那這次沒有狩獵的時間 因為我們的 這個是天啟 遭遇的hand 是沒有狩獵的 所以就 出發的幸存者沒有狩獵之戰 取得代之選擇掌控等等怪物等級 次等級為上次選擇遭遇等級加1 並進行相應的決戰設置 OK 那我們就直接來遭遇掌控者 這是這個的hand 然後就直接決戰一等的掌控者 OK 有人建議我用英文的版本啦 可是英文的大部分人應該看不懂 所以 我們還是用這個版本的 我看一下地形是怎麼樣 我記得好像只有一個隨機地形 是不是 這有個巨型石面地形 然後三個石柱跟一個隨機地形 所以 有一個巨型石面 然後的確有植物 所以有這個植物如果沒有鐮刀的話 我們可以骰兩個地形 會高機率再獲得更多的這個新鮮草藥 奇特資源 其實還蠻好的 因為新鮮草藥的這個資源 你可以直接歸檔它來補一些甲 跟治療 所以新鮮的還是蠻有用的 所以我們的這個 帶鐮刀其實是 有其用意在的 不過當然就是要開刀啦 而且我其實比較想開到鐵框 現在其實可能比較缺鐵框 然後 我們優先行動 這石柱也是 這石柱也是固定位置嗎 這石柱是正常的設置 好 那就 今天就先到這啦 我們下回再見 掰 那 我相信 我相信 這石柱是 這石柱不是 有關